比如說像新的介面長得比較漂亮一點點 那建議你可以這個地方排序依據有沒有 一般我是用這個啦 排序依據 它可能會用標題 那我的習慣會用這個 上次修改時間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上次修改時間 它會把最近的會排在第一個 那越舊的會排在後面 不然如果你按照什麼呢 按照標題的話 你剛剛那個檔案就找不到了 為什麼 因為剛剛做的不見了 在哪裡來電 找不到了 不然的話你要搜尋一下 那就上次修改的話 一下就找到在這裡 有沒有 點下去 那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那剛剛那一筆資料 如果要填資料的話就前往即時表格 對不對 那就填一填資料 資料就會有一筆進來 那進來之後的話 確定你有一筆資料 那表示你第一步就成功了 就是資料可以踢進來 但是呢 你在設計的過程當中呢 難免會有一些地方自打錯了 或者是說 你的 有些地方要做調整 可能原來是單選 你想要把它改成多選之類的 那怎麼去改呢 這邊有個叫編輯表格的 有沒有 剛剛是前往即時表格 對不對 前往即時表格就是看到結果讓人家輸入的介面 那編輯表格呢 就是說如果你有錯誤的話 你可以再修改 它就會讓你跳回去剛剛的那個編輯畫面 就這個 比如說你想要改什麼呢 改主題 主題 主題可不可以改 可以啊 你就隨便再選一個 比如說剛剛有同學選的這個好像蠻好看的 比如說我想要選跟他一樣 你看這樣 不過 不過